小我不是真正的自己 因为真正的自己 是与其他人相互连结的 我常听见身边朋友说要去做瑜伽 所以也很容易对瑜伽有个误解 以为它只是一项运动 或是对肢体柔软度的锻炼 其实真正的瑜伽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真正的瑜伽是觉醒的过程 它需要长时间定期的练习 而且不能够执着于练习的结果 透过日复一日规律的自我修炼 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 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努力与追求 就能达到内在的平静与稳定 这次若全要为你导读 摘要的是瑜伽与爱的真相 这本书全是印度的瑜伽经典 薄茄范哥 以一部史诗的故事 引导读者认识真正的瑜伽 但其实就是认识自我 并且走上觉悟的路程 一开始我要先跟正在观看 这支影片的你道歉 如果你刚加入若全幸福书房 或你过去很少阅读灵性方面的书籍 这支影片要分享的观念 对来说会有一点门槛喔 如果你真的一时之间都听不懂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暂停观看这支影片 把它收藏在进阶学习的档案辖里 等到将来因缘到了你再来细细体会 但如果你不论自己灵性学习的程度如何 都还是想要试着踏入更高阶的课程学习 我还是欢迎你继续看下去喔 或许你反复多看几次就会有所领悟 在无若全幸福书房 我已经为你直播超过130多支影片 换句话说也推荐超过130本以上的灵性书籍 但坦白说啊 《瑜伽与爱的真相》这本书 是我花最多时间阅读 也反复看过最多次最后 才能有所领悟的一本书 现在就让我为你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挑选出书中的三个重点 为你做摘要分享 一小我不是真正的自己 二完美于自己的不完美 三放下执念向世界敞开 现在就让我们从第一个重点开始 小我不是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觉悟的起点 开始于发现自己 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其实这是蛮残酷的一件事 尤其在所谓爱自己的论调 被鼓吹了许多年以后的今天 若突然醒悟原来过去那些 说要爱自己 沦为吃好穿好自私自利的观点 都是小我作祟的言论 那将会是多大的落差 过去当你一直觉得自己是宇宙中心的时候 最大的痛苦是 你同时也会发现身边其他人 各自都觉得自己才是宇宙的中心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尊重我配合我 我有你彻底觉醒 你才会知道小我并不是真正的自己 当我们所有行动的动机 完全而彻底地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时 我们就会无可避免地以对其他人有害的方式 来获取自己要的东西 这不仅会伤害到别人 最后也必定会伤害到自己 因为真正的自己是与其他人相互连结的 如果每个人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完全独立的个体 就已经忽略了我们在灵性上互相连结的真理 在你决定采取任何自私自利的行动之前 尤其是在发生冲突或危机时 我们都有因为一时冲动而受过去习气或执念控制 让小我站上风 导致我们的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慈悲 产生激烈的冲突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只是坐在禅修殿上坐着 或者在瑜伽殿上摆弄姿 或在调洗法中只洗五分钟 都无法保证你更接近善良慈悲 你必须要更持续地专注于真我 深入内观或透过外部回馈 看见自己的错误 懂得忏悔并引以为鉴 才能重新打开通往爱的大门 几年前我曾经遭遇到一个很棘手的困境 发现了和做多年的工作伙伴有不诚信的行为 如果不留情地揭穿 可能会因为他踩踏了法律的红线 而可能会毁掉他的前程 但若继续隐忍会导致他越陷越深 而让事情更难以挽回 经过一个连续假期的闭关思考 我看到自己过去没有严格监督的疏失 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 最后以委婉的方式处理 既保留他的自尊 但也让他有机会改过自新 分享了这个真实的小故事之后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下一个重点 二 完美与自己的不完美 我们都想要及早觉悟 但其实觉醒的过程 并不符合我们本身既有的成见 以及惯性的行为 所以才让觉悟变得这么困难 一个人必须在生命中累积足够的经验 而且通常是苦难的经验充满挣扎与矛盾的抉择 才能从更宽广的脉络中体会爱的真谛 真正的爱是温柔 慈悲 宽容 是一种如实的看见他能的人力 也是一种爱人如己的体验 它让我们感到彼此紧密相连 爱是对万事万物敞开的接纳和连结 无论你此刻经历的是好日子或坏日子 其实都无关紧要 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充分融入生活 以道法和品德当作行为的指标 让自己一直充满喜悦和慈悲 充满欲望与恐惧的小我 很容易为了对外追求更多的功成名就 美清明把它称之为叫做自我实现 然后为了该不该采取行动而犹豫 让自己徘徊在机遇与困境的两难之中 例如有个熟男 他明明知道在这个阶段 他很需要花时间陪伴妻儿 却为了自己一时的名利 没有取得家人的谅解 就急忙答应公司 被外派到很远的地方工作 几年后他确实得到了 想要的地位与财富 却在家庭生活中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 那他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无论我们在冲突或情境的细节中 有多么的煎熬 在全力以赴的行动的时候 必须要专注 警觉去倾听内在的声音 辨识自己该如何迈出适当的下一步 随着我们越来越成熟 内在的基本信念和道德价值观 会成为帮助我们 航行在生命水域的讲舵 只要我们保持开放的态度 同时锻炼提升自己 就会变得更加亲民 坚强和慈悲 到了已经传染成福的时候 很可能行动或不行动的决定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因为我们终将会知道 没有一个决定会是完美无缺的 原先那些根源于 你该如何做抉择的困扰 总会在你认清楚 世间一切因缘而生 这样的本质之后 让你恍然明白 每个行动 每个决定 都不会是完美的 这会让我们更深刻的体验 自己与万事万物 相互的缘起与依存 我有体认到这一点 并且能够做到 完美于自己的不完美 放下一定要怎样 否则就会那样的执念 透过对未知的信任 将会获得很有智慧的动见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看 最后的这一个重点 三 放下执念 向世界敞开 只要你能够不执着于 所有行动的成果 回到最初与爱有关的 起心动念 所有的过程 将会串联起良善的意图 让这些善意 可以因此持续发展 启动更多 真正可以创造幸福的 善巧行动 就像农夫要灌溉农田 并不一定是要 立刻去开花水沟 而是要看看 当时的状况 再决定要怎么做 例如也看大雨将至 农夫的首要任务 是清除阻塞的泥块 而不是开花水渠 如果下了大雨 他想要开花水沟 就要看雨势的状况 思考要如何导流雨水 而不是坚持之前自己的想法 而是要沉浮于 因缘而生的自然法则 相对的 如果我们因为特别想要 或坚持不想要某事物 就会越想要抓住它 或推开它 我们将因此而受苦 当事与愿违的时候 我们就生气烦恼 而没有办法去看清楚自己的欲望背后 其实有更大的因果脉络 如果不断忽视这些来龙去脉 也就是整体的相互连结性 我们和众生都终将会继续受苦 那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什么 我相信跟着我一路学习到这里 灵性课程中阶班的同学们 应该知道答案呼之欲出了 是的 没错 就是放下 臣服并拥抱为之 书中说放下是一个拆解的过程 拆解无限层次的理解 误解 洞见 成见 教条和想象 虽然要放下对行动成果的执着 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甚至因此带来恐惧 但是你现在已经知道 那些都是小我在作祟 唯有锻炼自己 保持稳定 在适当的时机选择放下 不执着行动成果的本身 让良知导航顺应天性 才会创造出善巧的行动 持续向世界敞开 并且和谐的互动 以上跟你分享的是 由一维文思出版 《瑜伽与爱的真相》 我所为你摘要的重点 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录制的影片 欢迎你留下意见或提出问题 并且和我分享 你是不是对于什么是瑜伽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请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吴若全幸福书房 每个星期日晚上九点 在YouTube推出最新的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次的内容 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分享给你的亲友 幸福书房 我们下次再见